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 天津拳舰的麻烦事可能还没完 据莫德斯特祖国 法国媒体Fortmecoach报道 莫德斯特已经与天津拳舰解约 他目前正在与法国 德国 英国和土耳其的俱乐部谈判 在之前 胆大望雷的莫德斯特经纪人 门迪就在球员有合同在身的情况下公开表示 自己的球员想要离开中超 并且直言加盟俄超的球队 有机会参加欧冠 莫德斯特对此十分感兴趣 这番言论非常直白而露骨 让球迷听了吃惊不小 但是拳舰俱乐部对此一直没有公开回应 莫德斯特本人也像维特塞尔一样 期间保持沉默 对于天津拳舰来说 在维特塞尔离开后 球队只剩三名外援帕托 莫德斯特和拳竞员 将降够用 已经没有轮换的回旋余地 如果莫德斯特再走了 那对于球队的打击可想而知 虽然阳续近期状态不错 但是莫德斯特在风险上的支柱作用还是无可替代 自从去年下创加盟天津拳舰后 莫德斯特出战 二十二场 达进十一球贡献三次助攻 效率还算不错 不过再度过了赛季取得火爆状态之后 近期一段联赛他的状态下滑明显 而且球员本人的职业精神也让人质疑 先是休赛期 后晚归 而后是因个人私事请假缺席训练 种种迹象表明 他的心已经不在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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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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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